这只花豹一不小心被雄狮带领的狮群所包围 花豹全敷在草地上 张大嘴巴露出锋利的獠牙 似乎是在警告狮群不准靠近自己 但是狮群却始终徘徊在花豹身旁 没有离去的意思 面对这种情况 花豹该如何才能脱身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花豹本来走在路上好好的 结果半路上突然杀出了一头母狮 遭到母狮袭击的花豹 面对这种不讲武德搞偷袭的家伙 赶紧慌忙向后逃窜 花豹奔跑速度达到80公里每小时 比母狮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要快得多 所以花豹很快甩掉身后的母狮 一六一二地爬上了树 花豹身心敏捷 前肢强劲有力 脚掌上的可伸缩利爪 也能够牢牢地抓住树干 成年花豹不仅是爬树的高手 而且还可以拖动自身体中一半左右的猎物 带到高高的树枝 避免猎物被狮子猎口抢走 这只花豹在树上瞪着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看到母狮离开以后觉得自己已经很安全 忙不迭地跳下树打算继续去寻找猎物 然而花豹真的高枕无忧了吗 再一转眼 这只倒霉的花豹就再次被狮群围困 原来母狮见追不上花豹这个飞毛腿 就打算回去叫自己的同伴一起帮忙 等狮群赶到这里时 刚好发现粗心大意跑下了闲逛的花豹 这才有了当前的一幕 熊狮和母狮宁愿不睡懒觉 不去捕猎 也要过来找花豹的麻烦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狮子和花豹的生态位置 有所重叠的缘故 它们的猎物都是斑马 脚马 羚羊等 有蹄类动物 生存压力很大 所以狮子遇见落单的花豹 基本是不会轻易放过对方的 花豹现在被熊狮和母狮堵在中央 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它瞪大双眼 嘴里的獠牙也是完全显露 看着有些正义 一头母狮见此情形想过去试探一下 然后就被花豹挥舞着王八拳揍了回去 看来母狮看起来并没有生气 仍然和同伴悠闲地待在一旁 花豹体重50到100千克 体长1到1.5米 相比之下 体长1.8到3米 体重100到230千克的母狮 明显要强许多 更别提还有一头体型更加庞大的熊狮了 花豹似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它该怎么办呢 虽然狮群数量和力量都占据优势 但是花豹也并非一无所长 花豹的速度惊人 只要找到狮群的薄弱点突围出去 那么花豹就有机会逃生 所以花豹一直躺在地上 这样就能有效避免自身的后颈脊椎遭到袭击 同时护住自己胸口和柔软的腹部 不让狮群有机会伤害自己 没过多久 狮子对花豹的惊恐显得有些松懈 刚刚还在翻身卖蒙的花豹抽准狮鸡 一个要子翻身直接拔腿就跑 等到狮子反应过来想去追击时 花豹早就跑得没影了 最后花豹总算是突破狮群的重围逃出生天 虽然它一开始的粗心大意让自己陷入危机 但是随后花豹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也是顺利脱身 这种善于把握机会的能力 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